《武神主宰》第5897章 里面有人,吞 你们两个还想吞老子吗? 虚空中,摩利歇斯底里嘶吼着 眼神疯狂而争鸣 此时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大不了,同归于尽而已 这两个家伙若再敢对自己动手 顶多大家一起归西 以后就算是到了冥界 那也是秦摸头的地盘 回头让他把自己从死灵长河之中捞出来 那他还怕个屌 这小子,太棘手了 尹祖祖祖和黑龙会老祖对视一眼 眼眸中都流露出来惊怒之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对付一个巅峰大地 竟然会沦落到这地步 此子太麻烦了 关键此地的空间至宝暴露 接下来我等必定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局面 尹祖祖祖面色焦急 而且黑龙会老祖 你不知道的是 除了这小子之外 和这小子关系莫逆的 还有另一个家伙 此人实力也仅有巅峰大地 可那家伙棘手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眼前这家伙 还有另一个家伙 黑龙会老祖瞳孔一缩 也是巅峰大地 却棘手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眼前之人 你开什么玩笑 像魔力这样的变态 黑龙会老祖一辈子别说见过了 听都没听说过几个 恐怕那些远古时代真正纵横整个宇宙海 推动宇宙海诸多命运流转的大人物 年轻时或许才可能有这等实力 而这也仅仅只是黑龙会老祖的猜测而已 尹祖祖祖竟然说还有好几个 这让他心中如何不惊 我骗你作善 尹祖祖祖目光冰冷 所以我们当务之急是不能杀死这小子了 一旦惹急了他 直接自爆 你我怕事 说到这尹祖祖祖经济地看了眼魔力 他实在是被炸怕了 之前光是一条胳膊一条腿 就把他们炸成这样子 如果魔力把自己整个自爆了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黑龙会老祖心中也忍不住有些发毛 这空间至宝看起来极其特殊 你我二人 先将这空间至宝到手 再将此子擒拿 抓紧时间离开此地 否则等其他强者赶到 你我必定麻烦 尹祖祖祖传音 好 就这么做 黑龙会老祖也心下发狠 柿子挑软地捏 之前再没了解魔力的实力之强 他还一心想要将魔力给斩杀 现在了解魔力的实力后 他的心态瞬间变了 就算将他斩杀又能如何 如今外界虎视眈眈 最理性的做法 就是将这空间至宝 直接夺走 到时候静可攻 退可守 动手 想到就做 轰隆一声 黑龙会老祖和尹祖祖祖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两人一瞬间 朝着前方的无空神术暴略而去 同时大手探出 化作两片浩瀚的天幕 就要就那无空神术 给彻底射拿其中 嗯 不找我麻烦了 魔力看到黑龙会老祖 和尹祖祖祖 居然不再针对自己 心中不由一正 可玄机 他瞳孔一缩 不好 秦魔头还在那无空神术中 万一这无空神术 被黑龙会老祖 和尹祖祖祖夺夺走 秦魔头岂不是凶多吉少 滚 想到这里 魔力二话不说 瞬间冲天起 直扑两大神地 要阻止他们的出手 找死 黑龙会老祖 和尹祖祖祖 见状大怒 自己已经放过这家伙了 这家伙 竟然还敢自己上来 轰隆 两人出手 齐齐阻拦魔力 可怕的静气席卷 顷客之间 就将魔力给阻拦了下来 嗯 魔力脸色大变 此刻那黑龙会老祖的大手 已然抓向了无空神术 轰隆一声 那无空神术之上 散逸出来一道诡异的光芒 竟是硬生生拦住了 黑龙会老祖的这一道抓舍 这无空神术 浩强的空间之力 绝对是神帝级质宝中的顶级宝物 黑龙会老祖激动了 眼前这空间质宝再强 也只是一件死物 而他再怎么样 也是神帝级的强者 理应能将这空间质宝拿下 可他竟是被这空间质宝给拦下了 可见此物绝对非同一般 嗯 而在黑龙会老祖被震开的瞬间 众人瞳孔一缩 隐约间 黑龙会老祖和影族祖祖 在这无空神术内部 似乎看到了一道人影 那人影盘坐在那 仿佛与这无空神树融为了一体 散发出七彩的空间光芒来 这空间质宝内部 竟然还有人 黑龙会老祖和影族祖祖变色了 此人明显是在祭练这空间质宝 一旦此物被对方炼化 岂不是麻烦了 此人竟然还没死 而这时 巨普大圣等人 也是忍不住惊颤诗声 嗯 你们知道 这空间质宝中有人 黑龙会老祖大手一挥 轰隆一声 巨普大圣瞬间被他抓涉手中 眼神冰冷到 是 这空间质宝中 的确之前有人进入了 是和这一位大人一起的 巨普大圣瑟瑟发抖 惊恐说道 一起的 黑龙会老祖转头看向魔力 心中一惊 是另一个家伙 影族祖祖顿时变色道 难怪这小子一直阻拦他们 夺走这空间质宝 原来竟还有这么一出 此人守在外面 而他的人 则在里面进行夺宝 如果真被对方得逞了 那么 以他们两人的实力 结合这空间质宝 极有可能会逃脱他们的追踪 到时候 他们什么都不能得到 该死 必须阻止他们 影族祖祖金鹿说道 秦魔头果然没死 还在这无空神树中 另一边 魔力看到无空神树中的人影后 心下松了口气 不知为何 在得知秦晨没事之后 魔力因为重伤而有些慌乱的心 此刻竟是变得极其平静起来 好似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落了地一般 妈的 我竟然会为秦魔头担心 而且我为何会有极其轻松的感觉 难道我竟然都开始依赖他了 似是想到了什么 魔力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 妈的 自己乃是这宇宙海的主角人物 怎会依靠其他人 阻止他们 影族祖祖和黑龙会老祖怒喝一声 对着无空神树再度射那而来 魔力急忙上前阻拦 但以他的实力 却根本无法阻止两人出手 就在这时 轰隆 影族祖祖所形成的影天世界 竟然一瞬间被撕裂了开来 一道可怕的身影 从那外界直接降临而下 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中 哼 此人身上绽放可怕的神地气息 惊人的力量席卷 如同汪洋 瞬间冲击而来 将本就身受重伤的黑龙会老祖 和影族祖祖的力量 都压制了下来 这片天地的力量席卷 不过 冲击而来